大家好,我叫Fiona Fan,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的研究主题是影视作品中角色生残的价值体现,我将透过分析风华暖与集结号三部电影中的角色生残,理解角色生残打来的不同作用与意义,并且挖掘其在影视作品中的价值体现。 首先请允许我在这里感谢邢老师对我开题报告给予的反馈,让我对该主题研究有了更深的理解,并且指出我论点缺乏对作品透彻的了解,让我明白认真体会影片细节之处的重要性,是我在后续撰写文章中有所增进。 接下来我将介绍主题背景并带来角色生残的不同作用。 在电影《暖》中,暖层是被村中的一众青年,包括景和典籍的《漂亮姑娘》。 景和在暖经历第一次失恋后为她抚平创伤,并给予了她一个美好的梦。 但年轻的美好时光就像挡秋千一般,自由洒脱,青涩为美。 而秋千老化导致暖,摔伤脚,造成了终身的影响。 这里角色伤残不仅展现出穷苦村庄的破败,更暗示了暖与景和之间的遗憾。 在情节尚未后续,暖嫁给了她不爱但对她不错的哑巴做出铺垫。 影片借角色伤残,从上帝视角增添了一份惋惜。 正如生活中的遗憾随处可见,可惜没有如果。 另外,电影《风华》讲述了对月战争背景下两个士兵的故事。 但主流风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撩弹击中,引咎之不及时而永远地拾去了手臂。 此处的角色伤残更加的直观严重,满天的炮火给观众最直接的震撼感。 角色伤残不仅深度地还原了战争的残酷,更体现出中国军人永而无畏的精神。 同时此处为三年后社会的冰冷买下了伏笔,用角色的伤残演绎了残酷时代下的一代风华。 最后,影片《集结号》对角色伤残的运用更具独到运味。 这部影片阐述了主人公执着寻找组织,为牺牲战友证明烈士身份的故事。 在战争的描述部分,大量地渲染了战争的黑暗与冰冷。 白人的酒帘在战争中损失惨重, 孤子弟在炮火中失去了听觉,几乎失明, 以及大部分的角色伤残,构建还原出了真实战场上的残酷, 体现了我国男儿的真真铁骨,更迷失了军令如山倒的悲壮。 那么角色伤残分别在这三部影视作品中体现在哪里呢? 首先,暖中主人公的伤残既定了遗憾人生的开始, 男人的承诺如梦幻的泡沫一般,一个接一个的破碎, 而真实的生活却如同脚伤一般不堪。 这里的角色伤残程度虽然是终身伤害, 但更加的细腻柔和, 俯克勒墨烟陛下暖的可悲于遗憾。 相比之下, 芳华的角色伤残更加直观地将观众带入了影片的情节中, 与暖的跛脚相比, 失去手臂影响正常生活的战斗英雄流风, 更加令人惋惜, 从重担到坚守再到失去手臂, 角色伤残的刻画细致入微, 在调动观众情感的同时引发共鸣。 与二者相比, 集结号中关于角色伤残部分的塑造更加深入人心, 伤温残重的连队, 血肉横飞的战场, 灰色击掉下角色, 伤残的红色显得格外显眼, 透过大片的角色伤残以及骨子底身上不同缠组的伤残, 一方面体现了战争的无情与弱小者的悲哀, 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勇而无为的精神。 通过分析不同的作用与意义, 三部作品带来的价值体现是我本次研究的最后一大重点, 暖中, 暖的角色生残为人物形象的细致刻画, 情感的细微变化以及走向变动提供了很好的契机, 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点, 而在风华中角色伤残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华, 双发展路线的文艺片在角色伤残的助力点下一点点深入人心, 引发人们对时代英雄的尊敬, 这是电影作品《说教价值观》的体现, 也是角色伤残的独特魅力, 震撼人心地集结好通过大量的角色伤残画面直击人们心里深处, 镜头、画面、构图、色彩的搭配与设计, 将战场的惨烈通过角色伤残印译出来, 这不仅仅是艺术价值、说教价值的体现, 更是精神寻陶不忘历史的影响。 人们常说艺术源自生活, 电影艺术是故事演绎, 更是生活的一部分。 角色伤残是电影艺术展现的一个方法手段, 是帮助人们记住历史感恩先辈, 情感共鸣的工具, 角色伤残更能刺激观众的视觉神经, 增加代入感, 是拉近电影与观众关系的有效方式。 以上便是我对此次研究的成果,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影片对风花, 暖和机械号中角色伤残的作用、意义, 以及价值更有深入的理解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